好 另一头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本 日本不是要排放河废水吗 我们台湾始终保持沉默 那日本最近做了一个操作很有意思 当然日本告诉大家那是无害的 那大家就讲说无害的话 你留在国内自己用不就好 拿去养鱼 拿去浇花 拿去喝一下 那这个日本驻华使馆 在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哪召开 在北京召开 有没有 这个操作也很有意思 你北京不愿意是不是 你北京出来这个抗议对不对 我就在你北京开记者会 而且这个记者会 就是不邀请中国大陆的媒体 这个操作很有意思吧 那对中方拒绝日方提出的 两国专家对话表示遗憾 对中方使用核污染水 什么表示关切 强调排放的水是安全的 当然这个操作大陆气炸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就直接告诉大家 你没有邀中国媒体聚聚不离中国 日方是不是别有用心 这叫做底气不足 再次强调 如果你说这个水是安全的 你就在国内用嘛 你干嘛自己去排放呢 这个 当然这个中日中本来就有一些情节 历史的一些情节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讯息我们台湾几乎都没有怎么报道 但是在大陆 哇 大家这个情绪高涨 很多媒体说 日本等于是把自己的国格倒到了海里 蔡委员 日本应该不会认为他们的国格倒到海里面 日本应该会认为他们的负担已经倒在海里面了 这是日本人的真实的想法 台湾为什么会没有人抗议啊 三个原因 第一个民进党当局始终认为美国是爸爸 日本是哥哥 哥哥做的事情怎么家丑不外扬啊 怎么可能去添麻烦 第三个更重要的理由 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经过50年的殖民 台湾社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口 对日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表达谅解 都能够用日本的角度来想问题 那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第一名就是谁啊 就是谢长廷啊 那更不用其他了 那你说台湾的会有多少人去抗议这个事情 我也怀疑 因为比如渔民抗议 那民进党政府一定会拿钱出来摆平渔民嘛 谁抗议 抗议就有钱发吧 那如果不听话的话还可以找个理由 开开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罚单 那搞不好又可以告诉你说 哦 局里面都知道你的罚单哦 对不对 所以各种手段全部下去了 那他们也会去保护大哥哥的需求 那对于韩国呢 现在因为换上一个极度亲美亲日的隐席月 而且韩国还认为说这个是安全的 那这样子日韩可以签订一个共享条约 就直接的把这个海水不要排在太平洋 就排到日本海直接拉管制到韩国 因为韩国一直有个问题 他们经常缺水 我们台湾是季节性缺水 那因为韩国会有这种固定的缺水 因为他们的水源事实上在北韩 那南韩这边会比较吃力一点 那有这么多几百万加仑的几百万吨的水 多可惜啊 对不对 应该直接运到日本 跟韩国的所有的重要机构里面 所有的日本的大饭店 韩国的大饭店 都要装成桶装矿泉水 让所有的游客共享 他们对于这个如何高端技术处理 河汇水 来自日本的川水 韩川矿泉水 多好啊 这应该让尹锡悦跟岸田文雄雄优先享用 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不用讲这些 你都自己不敢用了 还要倒到太平洋里面去 那美国也是很经典 美国人就装着不知道 美国人觉得能够把日本拉来的话 作为他对抗中国的一个棋子 这个其他这个是可以谅解的 什么以前拜登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高度激烈的环保人士 现在连老的环保是环保 阿拉斯加都可以挖好几个洞来开采石油 那你看这个日本驻华使馆的人 是职求对决的 我就在你北京召开记者会 但为什么又不找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来呢 因为他把中国媒体拿出太尖锐的问题 至于所谓外国驻华媒体记者会 可能都是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这个媒体记者吧 有日记者 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路透说 先来看这个日本最近要计划要提供 菲律宾的这个军事援助 加强这个台湾西边海域的安全 提供哪些呢包括这个雷达侦测器等等 当然都是非致命的武器力量 那二次大战之后呢 日本的防卫力量首次进入菲律宾 他引用的是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士所说 那两种说法有一种是说呢 美国叫他提供 还有我看到的一个说是日本主动 日本主动说要提供啊 那他有跟美国商量 那当然这个澳洲的日本专家认为 日本现在的角色变了 他以前是美国的追随者 那现在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一个主动 一个主动 这第一岛链的一哥 这个亮哥你怎么看待 他要主动提供菲律宾 一些雷达这些武器 我这不是第一次 他也把那个防卫艇送给越南 我认为美国都知道 因为美国不方便直接出手 就叫日本出手这样 那日本可能就直接 跟美国买薪了 或自己造啊 所以这个没什么啦 我觉得重点是你给菲律宾也没用嘛 因为菲律宾谁都打不过嘛 所以有什么用 就是如果中非真的发生 类军事性的冲突 那根本就不用预测结果啦 比如说你刚刚在讨论人爱交 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会动手 一定会 他在等小台风啊 只要小台风起来 他就拉走了啦 他就拉走了啦 事实上我在大陆听到的传闻都是这样 他一定会动手啦 不然15号通过那个刑刑法干什么 大家都在等啊 说15号怎么没动手 不是 中国海警局是说 这是你自己处理的最后一天 那之后我不定期我就出手 那那个 他那个有关那个 中国海警局规定的那个刑事规定 他说有入侵的外国人 你必须要驱逐 他是这样规定 所以你法律都已经颁布了 你就6月15号颁布 为什么6月15号颁布 就是说从这天之后 我不知道哪一天回来执行 那你不可能不执行 因为你法律都公布了 而且那个明显就是非法闯入嘛 而且已经闯了24年了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做了 公布刑事规定这个动作 他一定会执法啦 只是他不会告诉你是哪一天啦 因为不然两艘那个 特大的拖船在旁边干嘛 对不对 那他有很多做法啦 因为上面有人嘛 所以他只是表示说我跟你讲了 那到时候要拖走的时候 你人最好散开啊之类的啦 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 会对这个区域影响有多大 只是说日本的角色看起来 是越来越积极跟主动啊 当然啊 他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啊 尤其是岸田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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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